外交战狼之一中国驻法国大使陆沙耶 近期接受法国媒体专访时 再次口出狂言 这次让他踢到了大铁板 他在访谈时声称 根据国际法 许多前苏联国家根本没有有效主权国家地位 此话一出惹恼一票东欧国家 波罗的海三小国率先向中国提出抗议 立陶宛总统国安顾问痛批路沙耶 这番话根本是在自打嘴脸 在同一个专访上 路沙也甚至说 从历史上来看 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是由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送给乌克兰的 这番话当然也迎来乌国不满 乌克兰总统顾问在推特上回呛 从一个十分在意千年历史的国家那里 听到有关克里米亚历史的荒谬言论 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大陆外交官往俄罗斯靠近的言论 立即迎来国际社会强烈踏伐 将近80名欧洲议员 随即发出公开性谴责 让北京再度卷入一场新的外交危机 79个欧洲议员要求法国外长科隆纳 为了防止雪球越滚越大 大陆外交部紧急出面灭火 北京野大动作跟路沙野做切割 发出声明表示 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言论 并非官方的正式声明 而是大使的个人观点 然而路沙野的争议事件 还不止这一桩 谈到台湾议题 他更是强硬表示 决定台湾人命运的就是中国人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有关台湾议题 大陆外长秦刚也在上海举行的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论坛上 高分被警告各国 不要干涉台湾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玩而活着 必自焚 他随即赶赴菲律宾和小马可是会晤 因为北京似乎察觉到 菲律宾跟美国越走越近 尤其是美菲两国肩并肩军演 这密集展开当中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菲两军上周末在巴丹岛演练 这里距离台湾只有两百公里 也是菲律宾在最北边岛屿首次演习 被外界视为要因应台海可能爆发的冲突 另外南韩总统尹锡月 预计26号将和拜登会晤 有别于以往的美韩总统峰会 议题主要聚焦在北韩核武威胁 这次尹锡月罕见点出 台湾和北韩一样都属于全球议题 白宫也联盟说美国看法相同 这次的美韩元首会 台海危机 罕见将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